盖了將近四年 歷經BOT案爭議 鴻海三創園區 終於和北市府達共事 12號舉辦公共藝術揭幕典禮 為15號開幕暖身 不過抗議卻不斷 今天是一個無言的抗議 沒有空橋 沒有開幕 我們市場處不同意 我們掛LED招牌 結果三創竟沒有 竟然是違建的LED 也可以補建 和三創隔離的數位 新天第四五樓自治會 拿著白布條到場 抗議市府承諾要蓋好空橋 才讓三創開幕 但現在卻跳票讓三創開門迎客 大家也做了很多次的對談 然後針對未來商圈共融 怎麼樣進行一些實質的方案 怎麼樣來進行落實的部分 也都有很多的溝通 另外一頭 三創同時邀請市議員 入內參觀會堪 但門禁三言 沒接到邀請不准進入 今天來到了三創 好比來到北韓 而市議員也質疑 三創十二樓未經都市設計審議 把一般零售遺祖改成劇場娛樂服務 但三創所有營運許可項目 卻沒有娛樂服務業 有違法嫌疑 看來三創C立拼開幕 這爭議恐怕沒那麼快落幕 歡迎新聞林俊廷 劉毅如 台北報導 一般的攻擊 有兩百分之一 一般的攻擊 地比成立 一部份 兩者 一般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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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一般的攻擊